市長從5月17號接受徵召以來 當時你三度的說要讓政黨輪替 讓政黨輪替 可見這是你最掛親中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現在民調其實是落後 看起來勝算也不高 那麼如果未來一個月 你的民調還是最後滅 然後沒有贏滅 那麼你是不是會婉拒國民黨徵召 讓給郭董 或者是你直接宣布退選 全力支持柯文哲市長 來全力的完成政黨輪替 如果你不願意 那你說的 完整這場是騙人的 沒錯我在打仗的時候 襄林彈簾底下我永遠不害怕過 這就是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只要設立目標 我就永不放棄 怕死不死 剛剛在短講的簡報中提到 台灣社會有高齡化的問題 那可以看到因此我們的勞保 人越來越少 人越來越多 那勞保覺得只說我們的 勞保負債已經達到11兆 那如果您當選總統 你要怎麼解決勞保的問題 這確實是一個大議題 我們勞保 平臨破產的階段 尤其我們的高齡化 所負擔的很多的社會福利 都是長輩 我們必須要照顧好他 那這些還有很多勞動者退休以後 我們要給予照顧的 確實是一筆很大很大的負擔 所以在整個財源的分配上 我們要照顧小的也要照顧老的 最重要要回歸一項 我們如何開研如何截流 最重要還是要開研 所以我們的經濟產業如何實際的把它帶動上來 讓我們的薪資所得 讓我們國家的稅收能夠增加 我們才有更多的來把這個勞保的虧損給它補足 尤其勞保在所有投資裡面的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投資是要正確的 不要勞保一投資倒是虧實了很多 當然也有賺錢的時候 所以這個投資要隨著我們的經濟 來把它做轉換 當然勞保還有很多可以運用的 要不要前面用什麼這樣的制度 其實我們可以做好充分的溝通的討論 目前為止我們大概再溝通討論 討論是未來除了開研這個部分經濟產業 能夠來提出更多 來讓高齡社會的這些長輩們 能夠受到照顧以外 那勞動的人口 也要受到更完整的勞動的法令保障 讓他們在退休毫無後顧之憂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前例的把這部分滿足 市長陳委員好 我是台大國發所畢業的 畢姓黃 我想請教市長一個問題 市長從5月17號接受徵召以來 當時你三度的說 要讓政黨輪替 讓政黨輪替 讓政黨輪替 可見這是你最掛 心中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現在民調其實是落後 看起來勝算也不高 那麼如果未來的一個月 你的民調還是最後滅 然後沒有贏滅 那麼你是不是會婉拒國民黨徵召 讓給郭董 或者是你直接宣佈退選 全力支持柯文哲市長 來全力的完成政黨輪替 如果你不願意 那你說的完成政黨輪替是騙人的 好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更直接我本來不想問了 市長你有好多的房子 那你要不要直接把新北市囤房稅 現在拉到10%呢 如果你當上總統的話 你要不要宣佈 法人自然能10戶以上的圖房稅 10%甚至20%你敢不敢做 好謝謝 我一直剛剛講的一句話 如何在房價高漲的時候 我們持有者要有一個合理的房屋稅制 讓房價的高漲不要再繼續的漲得那麼快 能夠有效的控制 除了這有效的控制以外 我還是一直強調 有些政策是沒有做完 還是可以做的 包括我們的輕盈共機 世代共機的實驗 包括我們的社會制裁 沒有蓋完我們繼續蓋嘛 資金補貼我們繼續做嘛 尤其我們在像新北市在做的 像有一些TOD的社會檢疫 公共回饋空間都拿來做嘛 我們盡量做 中央做的不夠多不夠好 地方要趕快更努力的做 所以新北市也是寸途寸進 沒有那麼容易嘛 我們這樣子才可以讓房屋在持有的這個房價上 除了稅利以外可以把它有效的 起碼不要漲那麼快嘛 然後最重要年輕人的薪資要提升嘛 一個人才4萬塊你叫他買房子怎麼買啊 所以我們的薪資的提升一定要把我們的產業經濟化 國際化做接軌嘛 好好的把我們人才留住 然後薪資提升 我們才有機會把這個拉平嘛 這才是一個可負擔的範圍嘛 所以這才是我們應該要有的方向嘛 我特別跟這位同學說 在我人生的過程當中 不管在哪一個職位 做任何事 既然設定了目標 而且講出來 為國家犧牲奉獻 義無反過 在所不辭 這很清楚啊 就像每一次我在打仗的時候 襄林彈簾底下 我永遠不太害怕過 現在這也是風言風語 建設像我 我從來不會有忌怕過 這就是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只要設定目標 我就永不放棄 這就是我的態度 所以我會堅持到 我最後絕對不放棄 謝謝啊 怕死不死 現在民調不少人會討論 會不會有氣保的問題 然後非綠選民 還是選舉蠻重要的一群人 所以我想請問侯市長 你要怎麼跟這些非綠選民 就是跟柯市長之間做出區隔 甚至就是郭董 他在媒體上面一直有曝光 然後他好像在牛棚裡面暖身 隨時都可以上場 如果他要參選到底的話 那不管是三個 你說誰在旁邊暖身 郭董 那不管是您的個人特質 或是職業歷練 你相較於柯市長跟郭董 你有什麼最大的優勢嗎 就您自己覺得 好 我先從後面回答 好 剛剛是從前面 都是從前面回答 我自己是從後面回答 這個我想請教在座的同學 去年台北市 三咖杜衛西尊 你們投票有氣保嗎 你們應該是用智慧化 智慧決定你自己的選擇 所以我去了看三個在競賽的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看到氣保 新竹啊 新竹啊 我說台北 我現在講台北 好 我們要有一個智慧的決定的選擇 新竹是不是氣保 可能要做過民調的分析 我要特別跟這位同學說 每一個選擇都是個人智慧的選擇 我們都尊重個人的智慧選擇 所以 在三咖杜 再怎麼樣做 都是一種智慧的選擇 我相信年輕的朋友跟所有選擇一樣 會做智慧的選擇 這當中 我特別又談到 現在比賽 剛剛 還開始 甚至在熱身的階段 那這不管結果如何 我常常說一句話 也是我早上說過了 世事如既 乾坤 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事情 我們這個事情 剛開始而已 一不是一 三不是三 要到最後才知道 勝坤負 我們每一個候選人 就像跑馬拉松一樣 要有耐力 堅持力 跟毅力 站到最後 就像灌籃高手 安西教練說一句話 比賽沒有結束 你放棄了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你放棄了 那就結束了 所以 在比賽 在過程當中 我絕對不可能放棄 我一定堅持到最後一刻 在過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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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放棄了 我會不會 你放棄了 我會不會